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食材 姜 腌制鸡翅 一汤匙酱油 一汤匙食用油 一茶匙绍兴酒 抓匀放一旁备用 姜切片 炒香姜片 下鸡翅记得要鸡皮那一面朝下哦 盖上盖子按下煮饭键 15分钟后打开盖子加一汤匙蚝油炒一炒 10分钟后加蜂蜜拌匀盖上盖子 继续煮至煮饭键弹起就可以了 鸡翅鸡翅 煮好了满屋飘香呢 摆盘了 摆盘了 鸡翅鸡是微甜很好吃哦 鸡不同部位的肉营养成分有所差异 鸡胸蒲肉的脂肪含量很低 而且还有大量维生素 如维生素B和尼克酸 后者能起到一定的降低胆固醇的作用 鸡翅膀却含有较多脂肪 想减肥的人应尽量少吃一些 喜欢烹饪的朋友不妨考虑关注我的频道 有更多美味食谱哦 如果可以请给我一个赞 是给我最大的鼓励 感恩大家 喜欢烹饪的朋友不妨考虑关注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有三千多个食谱 一定有您喜欢的食谱哦 不懂要煮什么就翻一翻看看找灵感吧 我每日都会上传双语视频食谱分享给大家 中午是中文视频晚上八点半为英语版本 欢迎大家关注收藏食谱 记得要关注我的频道 那么就不怕找不到我了 我每天都会分享美味食谱不要错过了 谢谢观看我们下一个视频不见不散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